黄亭海鲜酒家全新开张 设有多个豪华独立包厢 华丽的温宴大厅 舒心优雅的环境 色香味美 至尊装潢 黄亭海鲜酒家604-423-3386 在加拿大万景市政府和中国哈尔滨市政府 共同推动和支持下 第一届万景冰雪节于周末开幕 开幕仪式上万景市市长 加拿大政府要员 以及冰雕艺术展的主组者 纷纷盛战这个冰雪节 是中江两国政府 以及民间加强文化交流的结晶 我们谈过之后 决定把哈饼的冰雪者 带过再来到万景市 透过我们的努力 我们终于做我们的第一次冰雪节了 来自哈尔滨的十位冰雕艺术家的作品展览 是本届冰雪节的亮点 展出的十多件冰雕作品 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龙 以及寓意中加友谊的熊猫和加拿大迷露冰雕 还有多种动物以及十二星座冰雕 代表团一共十个成员都是冰雪方面的专家 也是多年从事冰雪艺术的专业人士吧 这些作品包括迷宫 这都是共同协商 经过一年多的协商 最后确定下来搞这些作品 主要是有一个情愫在里面 第一呢我在哈尔滨生活了二十多年 那是我第一个故乡 第二呢就是说我在马尔滨也是生活了二十多年 这是我第二个故乡 所以我也是有意想 让两个城市通过这个冰雪艺术 能够走得更近一些 首届万锦市冰雪节 从2月9号一直开到19号 除了引人入胜的冰雕展之外 还向民众提供特别而又新颖的手工作坊 让大家有机会制作属于自己的迷你冰雕 凤凰卫记者腾中情在东都报道